好,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网络的AMP 其实这个所谓的网络AMP就是在 安全设备 主要就是防火墙,防火墙分为 它所有三种 NGIPS 是一种 然后呢这个 ASA的Firepower模块是第2种 还有一个呢就是 FTD 是第3种 OK 他甚至还 这就是 Network应该就是三个 NGIPS ASA的防火墙模块 还有FTD 三个 他说的上是AMP4 Network 然后呢网络是一个战略位置 他可以获取整个组织的可视化,就能够了解所有的这些流量 用来发现威胁 但是呢要修复威胁,你还是需要在 AMP4 Endpoint上来实现 就说呢 没有网络是不行的 网络有个大局观 能够了解所有的网络 所有的流向 OK 然后呢可以在网络里面发现威胁 但是呢 他只能,其实他只能阻止威胁 如果说你要彻底修复的话,你一定要在 终端上来解决 OK 思科,希望 AMP Everywhere 所有的地方 都有AMP 不管在终端上 不管在网络上 不管在这个 WSA, ESA上 不管在Market的产品里面 就是通通的所有所有的全部的AMP Everywhere 所有的都有AMP OK 这样的话才能够体现出来他的全面的解决方案 我给你讲讲啊 首先他的Endpoint有 四种 Network,Endpoint,Content Content Security 然后 Meraki 然后呢收集过来 他有私有云有公有云 然后呢他有这个Sahe StreatGrid 有本地的硬件的StreatGrid 也有公有的StreatGrid 然后呢还有Tanos 还有他的情报机构 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AMP的生态 所以说他这个解决方案是比较复杂的 正常的AMP 就是所有的这些网络设备 你看看 NJPS ASA的这个模块和FB 其实都被谁管 都被FMC管 所以说呢 最终的管理系统就是 最终的其实都在FMC里面 来进行 这个配置 然后呢来进行管理 来进行日志查询 那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统一的管理在FMC上来做 好 AMP Forward Work是一个AMP的服务 那么运行在设备上 用来检查穿越网络的流量 就说 这不是这些 IPS或者防火墙 那么流量穿过它吗 那好 这个AMP Forward Work 就来检查网络上的这个协议 网络协议里面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 你邮件发的一些 数据 或者说你通过网页传的一些数据 那么都可以通过AMP Forward Work来进行 分析 分析完之后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 连接器 然后呢 AMP Forward Work的连接器呢 把这个请求呢 来发到云端 然后呢让云端进行分析 OK 然后呢 AMP Forward Work检查 记录和追踪文件 他询问 云 查询云记录的信息 就是说他 他检查这些内容 记录这些内容 追踪这些文件 然后把他记录的信息呢 发到云 然后让云来判断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条情况下呢 首先 发现了一个文件 然后呢 这个文件肯定是AMP Forward Work 比如说防火墙 他发现了 然后呢他首先把这个哈希呢 交给这个FMC FMC也有可能以前曾经有这个相应的哈希 如果以前有他有缓存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判断是 是好的还是坏的 如果他还没有他就会把这个哈希 交给这个Cloud OK 他会他就会把这东西交给就是AMP Network 这些设备都会先交给FMC FMC再交给云端 你可以认为 这就有点跟私有云差不多 OK 我再说一下 那个刚才那个 Private Cloud Private Cloud是那些 Endpoint的软件 注册到 请注意啊 是这些软件 注册到这个Private Cloud 然后有Private Cloud 然后发到这个云端 那么这个呢是 AMP Forward Network 先发到FMC 然后有FMC汇总 然后再发到云端 你知道意思 他有点像在这个地方有点像Private Cloud的作用 就是说 你AMP Forward Network把哈希制造出来 给FMC FMC如果没有然后再发到云端 OK 当然 AMP Forward Network是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 如果说那么 比如说我有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的哈希 我会发到FMC 看FMC有没有相应的哈希 如果FMC没有这个哈希 好有两种可能性 这个文件 那么本地你是可以分析的 那如果这个文件本地可以分析 FMC就不用去问公有云 你自己分析就可以了 OK 如果说这个文件不能够分析 FMC才会把这个哈希 发到公有云上 在这边啊 网络收备收集到这个文件做哈希 然后到FMC FMC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哈希 如果说有那就是处理了 如果没有有两种可能性 这个文件你的 这个 AMP Forward Network这个设备 比如说FTD 是可以分析的 那可以分析的话你自己分析 我就不去问云了 如果说你真分析不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你送到云端去问 好AMP Forward Network连接 连接器发送网络的哈希 到FMC 如果这个哈希是新的 他就会发到云端 当然了前提里是本地分析不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新的发到云端 好这个他可以在他的各种各样的防火墙的 或者IPS设备上来 运行他 希望 时刻希望所有的都 都运行这些网络设备都来一个 安全设备吧 NGIPS 或者说是他的防火墙都应该运行这个 AMP Forward Network Network然后把东西发到FMC FMC汇总发到云 OK 好注意那只是发送这个哈希256的值 好当然那你也可以做 一会他会讲相应的配置 你也可以通过配置 把那些文件发到这个ThreadGrade 就正常只发哈希值 当然那你也可以配置 当然你有授权 你可以配置说这个文件可以发到 这个沙盒让他进行分析 好然后呢 所有的AMP Forward 都会保存相应的数据便于他后续的追踪 对吧所有的Endpoint 也保存 Sail云业保存 这个也保存 全部都保存 便于后续的追踪关联 回顾能力能够实现一个文件 开始被认为 就是整个回顾嘛 然后呢 可能说这个文件开始认为是好的 然后后来呢 我慢慢分析他有问题 然后呢 我就把它认为他是恶意的 就是可以修改的 就是原来的决定可以被后面的推翻 这是完全可能的 好不仅仅能够处理恶意文件也能够做文件控制 不管他是否是恶意的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他后面就讲了 就说 首先呢 我们的这个策略叫文件控制策略 那么他既可以说有恶意的那肯定被干掉吧 但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像这种防数据丢失的策略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控制只要是PDF文件 只要是什么样的文件 然后这种文件就不行 不能往外传 就应该把它干掉 所以呢 他后面就会讲这个AMP这个文件的这个AMP的设置 这个在设置里面你既可以去 做这个恶意的过滤 这个恶意的过滤也可以对文件进行过滤 来做这个防数据丢失 都是可以的 都在一个配置面板里面 一个策略里面来做 好这个东西呢 防恶意软件 这个部分是一定需要授权的 你要恶意软件这一块是一定需要授权的 好我们看一下策略 这个策略呢我们在政客里面讲过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政客这个这个是要演示的 而且要做相应的实验的 好当然我也说过 本次我的这个课可能会有大量的更新 这应该是一月份 应该一月份我有一个新的FARPOWER的课 然后呢我会把 本次这个读书的所有的一些我认为值得的 新东西都会嵌到里面去 比如说这次可能会讲的比较多的 NGIPS会比较多 AMP也会加不少 那么但是这个跟我政客讲的差不多 添加一个文件策略 然后呢你可以去选择 第一步 你需要去选择 要对什么样的应用协议 来监控里面的文件 比如说ANY 或者HTTP SMTP 你可以选择任意的人知识的协议也可以选择特定的协议 我要监控这个协议的文件 然后第2个是选择方向到底是上传还是下载 这第2个是方向 第3个就是 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 第1个行为叫检测文件 请注意检测文件就是我检测这种特定类型的文件 我检测到PDF文件了 我检测MP3文件了 我检测Word文件了 就检测文件我就检测文件 我什么都不干 就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 就是我并不会阻止它 那我只是说检测到这个文件了 我可以有一种行为 我可以把它存起来 就是这种文件我检测到我可以存起来 是可以存的 你为什么 但正常如果说你不存的话 那就真的是检测一下文件 就是这个是这个文件 这个传了那个文件 就只是检测文件 并不会干掉它怎么的 但是可以选一个额外的选项 把它保存起来 这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OK好 下一个是broke file 就是说我要阻止这种类型的文件 这PDF就阻止掉了 然后MP3就阻止掉了 这阻止文件 不关 不是说这个有没有恶意 跟恶意没有关系 这就是只要这个文件 就会被干掉 好紧接着呢 还有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做云查询 这个云查询呢 就是需要授权的 然后呢 它的行为就是说 做AMP的监控 然后AMP连接器 获取并记录 文件 这个处理结果 但是并不停止传输文件 通过其他的规则 你可以存储 出发的文件 什么意思呢 这个查询也就是说 把你这个文件的哈希 送到云端查询 然后呢 来记录这个云端 对你这个文件的 处置的 结果 但是呢 不管怎么处置 我都不丢掉你 还是让你走 但是呢 我可以额外的 把你保存下来 这只是查询 OK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阻止恶意 就说呢 我会给你送到云 然后呢 云端说 你这个就不行 你就应该被干掉 这个时候我会发一个TCP Reset 踢掉 OK 这就是四种行为 就是检测这个文件 可以保存下来 阻止这个文件 当然都可以保存下来啊 阻止这个文件也可以保存下来 然后呢 查询恶意软件 那不阻止也是保存 你可以保存下来 阻止恶意软件 就可以干掉 然后呢 也可以保存下来 请注意都可以保存下来 第一个是检测文件 干掉文件 检测恶意软件 阻止恶意软件 四种 好如果说你选择这种阻止恶意软件 就是你选择AMP的行为 下面两个都算是AMP的行为 然后呢你还可以去 我来给你点一下 这个 我现在没有AM 我现在没有Firepower 你们可以自己 因为我们的环境比较多啊 我正政客的时候也讲 如果说你选择这个任何一个AMP的话 你又可以去选择额外的四个选项 就是你只要去选择这个 查询 查询或者说阻止的话 你还能够去 有四个选项可以选 这四个选项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专门是做 ES1的启发式的这么一个分析的 他通过机器学习通过启发式分析能够去判断这个ES1文件有没有恶意 能够发掘那些零带的恶意软件 对ES1的Windows的情况下的 然后呢动态分析呢就是把这个文件送到这个ThreadGrid 撒盒里面去分析 好 第三个呢 就是说如果说 你选了这个钩的话 如果说云不可达 我们先把它存起来 到本地 好第四个呢 就是这些AMP 其实我说过这个AMP 这些设备 这些FTD这些设备 其实可以支持本地 他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本地分析引擎 这是思科的一个开源的杀斗软件 那么他可以在本地进行分析 OK 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我上课四个勾全勾 本地也分析 然后如果云不通也可以保存 然后呢也送到沙盒 然后呢也做起发式分析 基本上我爱全都够 做上课演示的时候就全部都够 好 然后呢你发到了云端 那么他就可能有四种给你处理结果 云端会告诉你四种处理结果 一个就是恶意的 恶意的有可能是云判断是恶意的 也有可能你本地 查读的时候发现他是恶意的 还有一种呢 你的文件微信的分数 超过了某一个值 那么他也可以被设置成恶意的 就是恶意可能有三种 云说他是恶意的 你本地查是恶意的 还有呢就是那个 云端说这个 你可以设置一个分数 OK 可能这个 你可以设置比较低的分数 正常他不算是恶意的 但是你分数就设置这么低 只要稍微一点点 你也认为是恶意的 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分数来认为他是恶意的 云端可以说直接是恶意的 然后本地分析也可以成恶意的 恶意从三个地方可以来 干净的 可以云端说是干净的 然后还有你可以在本地做一个干净的清单 你把文件放到这个干净清单里面 他就是干净的 相当于手工白名单的作用 好 未知的 就是云端说 我不知道这个 现在还是 没有办法归类 云端可以说他是未知的 当然可能 还会有 额外的分析 而现在我不知道他什么一个结果 未知的 好还有一个自定义的 就是可以放一个自定义清单 然后 一般来说 用于这个防数据丢失的目的 就是 这个自定义清单 然后我们做相应的 处理 还有不可用 就是这个 连接不到云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不可用状态 这是相应的能够得到的 处理之后的一个相应的状态 好然后呢这个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 刚才不是说吗 四个行为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选择是不是存文件 刚才我们说过啊 这个有四个行为 都说了 然后呢我们说过你勾到那个勾 都可以保存文件 然后下面呢就是说你要分析什么样的文件 左面是大类 然后呢中间的是个大类里面的小类 然后右面的就是你选择的 不管是类还是具体的小类的文件 都会在右面显示 请注意这是大类 这是类里面的特殊类型 然后这是你选择的特殊类型或者文件 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你选一个 office document 然后呢这个里面最上面会有一个叫做 会有一个叫做 all type 比如说呢你点这个 office document 然后呢再点这个 这个可能翻下来了 最上面那个all type 然后点Aid 那么所有的office documents 然后就过来了 OK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说压缩文件 然后你选一个具体的压缩文件 Aid就是只是把这个特殊的压缩文件填过来了 可以建议是吧 就说 这是一个类 这是一个类里面的详细的 指的文件类型 上面有一个all type 如果说你既点这个类 又点这个all type Aid就把这一类全部发过来 当然你也可以点这个类 点这个小类Aid只是把这个小类填远过来 就是可以的 比如说呢 你看 分析某一种应用 分析某一种方向 执行相应的行为 然后呢是否保存 然后处理某一种特殊文件 你可以去定义 OK 而且呢比如说我刚才说过他不仅是 判断是不是恶意而且可以对文件进行处理 就是文件给你阻止掉 那有个人说那文件阻止掉 那你是不是就是看后罪名呢 如果说我只是改下后罪名能不能够避过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是完全不可以的 他不是看后罪名的 他是看你的文件头部 通过你的文件头部来分析的特征码来分析 就是你通过你的文件的特征码来分析 你是什么样的文件 你的后罪名基本上是不参考的 就是你不管怎么改名字都没有用 我是 通过你的文件特征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数据的 OK 好压缩文件也是 压缩文件可以解压 然后呢压缩文件里面可以有很多文件 只要任何一个文件是恶意的 这个压缩文件就是恶意的 只要任何一个文件是未知的 这个文件就是为 整个文件就是未知的 好只有所有文件都是干净的 这个文件才是干净的 OK 然后呢你再配这个策略了之后 其实还可以配置一个高级清单 高级面板 这个高级面板里面呢 就是说可以激活自定义清单 激活自定义干净清单 然后呢 你可以去定义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这个分数的这个 文件被认为是恶意 恶意文件 这是定义分数 就是very high 然后我们认为恶意软件 把它给干掉 OK 然后可以 自定义清单 可以 自定义白名单 然后呢下面呢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 监控压缩文件 然后呢阻止 阻止那些加密的文件 就是只要加密那就全部干掉 就是只要加密就干掉 你的压缩文件我解压缩 OK 如果说我解压缩你看不能够监控的压缩就是万一我解压缩失败也干掉 然后呢你压缩最多深层 那超过深层也干掉 解压不了也干掉 超过深层也干掉 OK 你压缩给密码也干掉 你加了密也干掉 OK 这就是相应的这个文件监控策略 这是表权的 改名字绝对没戏 改名字没戏 压缩也没戏 压缩加密码就直接干掉 OK 这就是它的相应的这个高级选项 OK 好网络连接器能够 他说的未来他说现在没有发布 未来那就说 这个网络连接器能够 直接注册到这个 相同组织作为一个 终端连接器 就什么意思呢 他说未来 这些 AMP full network 现在不是AMP full network 要到FMC 然后通过FMC 到云端吗 他说未来能够做到说 直接能够让这个直接到云端 再有一个好处 Endpoint直接到云端 网络也到云端 就不要过了一些东西了 就全部在云端 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云端统一来做 白名单 统一来做一些检查策略呢 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全部 汇总 OK 他说未来可能会做一个就是 这些全部可以直接注册到云端这种策略 好 万一出现了一个安全隐患我们可以去进行修复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攻击前攻击中攻击后都能够有效的进行监控 然后呢我们有三大特性 文件生育文件杀核和追溯这以前讲过的 三大组件AMP云连接器和情报源这也讲过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反复再说一遍 好 然后呢他的 Full endpoint 然后呢就说 Enterpol就是新疆级客户端嘛 就是他的客户端是很小的 因为他本地也不做什么 他主要就是把 流量都 这个请求 哈希都送到云端来让云端来判断 然后呢我们可以做文件追踪 就这个文件从一个主机到另外一个主机再到另外一个主机的文件追踪 然后呢我们还能够做设备追踪 就是我们能够 我能够了解 这个文件是被这个设备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个进程做了相应的操作 就是设备内部的操作 我们能够记录 文件在设备间的操作 我们都能够记录 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呢 可以阻止这个程序的运行 可以阻止可执行和其 隔离 可执行和其他文件 就是阻止你运行 把你做隔离 而且阻止里的网络流量都是可以 实现的用end point 终端上传的软件 这个图开始也说过 有for network for content security for endpoint for meraki 然后送到云 然后沙盒 Tanos的情报 然后end point和传统的 普通的杀户软件是不一样的 它是很轻量级的 它由云端来做决定的 把所有的决策都用军端来做的 OK 然后呢 云端会做的决策就是可能会是干净的 可能是恶意的 可能也是未知的 都有可能云端会反馈相应的这个结果 A&P for endpoint 也不完全依赖云 他又说了 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的 本地的一个经典的杀户软件的引擎 OK如果说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本地的简单的病毒扫描 也是有的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东西 它一般来说都是送到云上的 而且它的A&P for endpoint 实现了美国的两个标准PCI DSS 和HIPPAA的这个合规性的要求 就它是合规的 好 这个A&P for endpoint 必须连接到云 才能够执行相信的操作 基本上都是连接到云 本地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用 好 然后呢紧接着他就说有三个云 一个是北美的 他详细说了 这些服务器的所有服务器的 用于所有服务器的域名 然后还有他的端口号 北美的说了一遍 欧洲的又说了一遍 然后亚洲的又说了一遍 中国 居然有 中国我觉得中国基本上 你不应该可能用不到 估计是日本可能会比较用的比较多 就是三大云 他会详细给你介绍 他的三大云端的这个域名 和通信的端口号 他告诉你就是希望你能够放过他 他们能够去取得 取得去通讯 这个里头发现我经常做实验 其实我的网络是可以上网的 甚至我都可以翻墙 但是有时候连云都连不了 就是这个东西真是 就是 中国这个墙是相当的强 真是不但容易过 好这是Fall End Point 然后紧接着呢 紧接着当然我是明天再讲了 就一个outbreak control 这东西就有点像这个 防火墙差不多 OK 还可以一些制定一些检测 咱们明天再讲这个outbreak outbreak control 和这个制定益检测 OK 好咱们今天就到这